从一根明亮的蚕丝到一瓶柔美的丝绸 牵连着古老的农耕文明 也编织着中国桑都上千年的发展故事 沾桑 养蚕 竹井 桑丝 是乐志县残民们名赴一年的工作 如今 乐志残桑有了新的发展机会 却能养蚕 机器骚丝 科技为残桑产业赋予 桑盛酒 桑牙茶 丝绸面膜 白浆残 残桑延生品正为乐志乡村振兴 天装家王 桑海桑田 一丝一业 乐志人对残桑的传承与热爱 在这里生生不息 一场秋雨送来京秋的凉爽 也将乐志东山镇的桑园洗得更加翠绿 在张大哥的残房里 秋残已经到了盛时期 此时的残宝宝白胖的身子微微泛着青色 脑袋是圆鼓鼓的 进尾巴处渐饼偏窄 浮在墨绿的桑叶上 埋头苦吃 体重也达到该龄的最高值 食桑旺盛 食业时间长 而盛时期饱食与否 桑叶质量高低 对残的生长发育和残碱质量 产量影响非常大 在我来之前我还不知道 你知道残的这个食量有多大吗 在我们面前你看从这儿扑过去 一眼望过去厚厚的一层桑叶 是我们面前的这些残 每一顿十分之一的量 已经准备了这么多了 可是只有它十分之一的量 张大哥 为什么现在这个残要吃这么多桑叶 因为现在这个桑叶这个残 现在是50期了 它吃的桑叶的话 在正式市场的高峰期 它因为过两天就马上要上厨了 要接茧了 所以说它是最后的量餐 最后的量餐 就一定要让它吃饱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的这些还远远不够 然后就是说这个喂完了之后 我们还得去摘一些新的桑叶回来 对 乐指在地理版图中趣味独特 身处盆地复兴川中秋林 西边接着龙泉山脉 东边连着平行山林 有着田园城市之称的乐指 森林覆盖率达到43.1% 有桑叶面积13.6万亩 以一亩盛产桑叶 产2000公斤桑叶计算 可养3到4张残 对于桑叶品种的选育 栽种 桑叶的产瞻 也藏着乐指残人们 多年的经验与智慧 大残和小残的是不是不一样啊 这个商业要根据残子的不同发育时期 这个我们分为小残和大残 小残一般就要根据这个商业的野色 来进行采业 这个小残用业一般是 这个绿中带房 这种 稍嫩一点 嫩一点的 绿中带房 还看到有点房色 打开菜的位置呢 大概就在这个上面的三四位 大概就这些 就是属第三片第四片这样子的 这个大残呢 就是凡是从下面开始 它是成熟也都可以使用 我们来的时候看到了很多桑树底下 有种一些玉米啊大豆啊 是我们这边种植的模式 现在又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吧 对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在温量的基础上发展着经济 所以我们这两年都是 这个用所谓的粮商套作 就是这个既保证粮食生产 又保证这个经济作物的收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撒 李审仲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戴老厂 戴老厂我们使用的是旋转架 这种旋转架一个生工 而它上期出来的下旧线比例要小一些 质量比较好 所以先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残茧的样子很像了 你看一个突然性 然后它就会在这里面一直吐丝 吐丝 这个过程大概会持续多久呢 三十五个小时左右 熟蚕爬爬上蚕醋 找到它满意的位置后 吐丝解解 蚕解解期间 蚕房门窗关闭 加温去湿 在稀稀疏疏的声响中 蚕宝宝们将满成生命的绝唱 也带来了风收的欢歌 而忙活了一上午的梁大哥 也终于可以歇口气 跟我们讲起了它的养残故事 我们养了三十多年残茧了 在这个园区是今年第五年了 我们在这边的模式 它是公司加农夫 加烈族的这种模式 就是整个红旗公司 把整个一块包下来之后 然后分包给我们 我们就为他们提供 提供这个幼稚的残茧 他们也给我们保护架 这个有酒家嘛 也就是说 它的怎样是 我们也不走小路 你也是园区的这个业主 你也是业主 乐志现代残桑产业园 是全国首个现代残桑全要素 集成新园区 通过大园区小业主 拧包入住 返租导包等模式 引进红旗丝绸 湖南三续等八家龙头企业 210户业主入园发展 园区经济收入突破五亿元 长宁解决就业三千余人 实现务工收入四千五百余万元 成为企业干事新业 地方产业振兴和群众增收支付等重要平台 远区它有个好处就是一个集中 二国它硬件条设施要好得多 我们原先在老家养成就一集就养个七八张 最多十来张不成规模 远区它就能给你看那些路啊那些研发啊 人家把那个餐饭那些全部建好 我们就自己走进 它压力较小一些 所以我们就进来了 进来我们现在有了 我整个现在有两个餐饭 第一还有一个餐饭 那边还有一个公药室 整个就三处 数百张方格厨整齐排列 大餐均以上醋结结 白花花的餐结像鸽子蛋般大小 如雪似霜煞煞是喜人 乐制残结是生产生丝的优质原料 三四天过后 梁大哥的残结便会销售到当地的一家残丝企业 也就是梁大哥拿残种的公司 红旗丝成公司 在乐制县中天镇洋化河边 有一座老工厂 高耸的烟囱 斑驳的砖墙 还有怀旧的壁画 无不透露出浓浓的历史沧桑感 可以说这一座工厂见证了乐制残桑工业发展的全历程 红旗市场是在1958年 陈毅元帅的关怀下拔地而起的 在21世纪初转为民营企业后 红旗市场更名为四川红旗丝绸有限公司 一代代的红旗人 接续上一辈的奋斗精神 在浩荡的60多年的时光里 让骚丝车间的机械轰鸣声从未停止 也让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工厂 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车间 看看一颗残碱 如何在这里实现从碱到丝的转变 残碱到达这里的第一步 要先完成分选 在红旗公司骚丝厂的旋碱车间里 几名工人在岗位上进行剥解旋解 2019年 红旗公司与深圳一科技公司 联合研发出的智能旋碱设备 让旋碱效率提高了30%以上 与此同时 工厂里的竹检所续的骚丝 净丝反丝 在真空负压竹检机 自动锁续机 密封式高速反丝机 以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骚丝机的高速作业下 一批批高端生死 在这里直救出产业振兴之梦 我是骚丝人 普生部长的骚丝人 在红旗丝丝丑公司 考试 现在已经干了25年了 骚丝这个工作是比较精细的 红旗公司 红旗公司与四春省丝绸科学研究院联合制成 简丝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从残检原料 技改提制 科技创新等方面 大力推进高端生死制造 引领乐质残桑产业转型发展 成功唾解成品 802年12月 乐质残检乐质生死 荣获国家地理标志 乐质残桑产业实现了质的飞跃 这个就是我们生死的一个成品了 你看它这个颜色看起来 包括我这样触摸到这个手感都特别的好 这个生产出来成品生死 就是我们乐质精细自春检 产检所生产出来的生死 我们乐质气候比较适宜中山洋产 那么我们乐质的一般情况下 这个春检和我们的正修检的产检 质量都比较好 近新年受国内外市场的影响 大批市场倒闭 但转型成功的红旗市场 却屹立不到 目前红旗市场生产的生死的鲜度 云度等主要指标 也稳定达到行业最高标准 6A级 每吨生死的售价 普遍比市场均价高近10% 我们主要是以生产北厂市2022单规格产品为主 主要是生产顶级生死 我们的产品均是面前产品 不通过的三方检验 而通过客服人口 我们的客服主要是将这 生产订单6周单的客服 大概每年提供给它产品原料50余人 以红旗市场为代表 以竹简桑斯为起底 一大批龙头企业扎根乐质 深耕发展 延伸出庞大的产业集群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以托勒志县悠久的养残令史 江残产业在这里落地生根 从无到有 游弱并强 在高四镇的乐聚江残产的人基地 残坊内白白胖胖的江残 在残床上伸展移动着 再不紧密就将将化 进入下一道生产工序 负责人蒋西宇 正在跟合作的家庭农场 传授养殖经验 这个阶段的数量都是我们来找 根据不同的十个条件 沟通的产专 然后来进行配量 这个技术你们是可能没说几年都没说不出来的 这个是到时候我们的合作 整体的江残产业集中的技术 还是由我们的技术人员专门来给你们进行指导 配这个群种 德人员公司通过资金入股 技术合作 效益分成等方式 把生产经验复制出去 联合全线52部家庭农场养殖江残 并带动四川 重庆 云南 贵州等地养殖部 规模养殖江残 总之面积达6000余亩 统一技术标准 统一收购产品 统一品牌销售 成为全国江残销售的重要集散地 走出了一条特色化发展之路 在四川外交加科技有限公司的调配实验室 工作人员正在调配今年新生产的三圣酒 今年大环境下 还是整个三圣酒行业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 比较丰收的一点 尤其是咱们这个滋养乐这片地区 今年产量过来比较大 含糖量高 水分足 所以说今年做的三圣酒 新鲜度特别高 就是出酒率也高 整个酒的品质都非常不错 就今年是一个比较好的年 就是二三年 我们选择在这个地方生产 因为桑胜酒它特别轻 它要短时间内 就是比如说从桑胜酒摘下来 到进到生产基地 就最好时间越短越好 只有中国桑豆它有那么大的体量 有那么大的数量 才能满足我们的生产需求 除桑胜酒江残之外 乐至全线聚集了 红旗丝绸 木森药液 通式达生物等15家 残桑加工企业 并与科研院校合作 全链开发残桑相关 六十余种产品 形成即栽桑 养残 骚丝 食品 日用品 保健用品 生物制药等 传统养殖与资源综合 开发于一体的 完整产业链条 残桑年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 汇聚四川省前列 此外 乐至残桑立足 沿链条促融合 大力发展残桑农工文旅产业 园区并景区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桑园 了解 乐至残桑历史 可以看到 以前这边的桑树 都是种在房前屋后的 好像家家户户 都有种桑养残 这样的一个历史 对 是的 这是咱们的一个威缩景观 像我们在线的是 清代农家小院 栽桑养残 丧树的一个生产场景 非常的生动有趣 对 然后这边的话 因为刚才过来的时候 看到这个 是我们的一些老的照片 这些都是真实的照片 对 非常的珍贵 走进乐至县残桑园区 你会看到一座传统与创新 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的建筑 在三明珠海间拔定而起 这就是乐至最具代表性的建筑 中国三都文化展示馆 游客从这里踏入时光回廊 穿越千年历史 静南中国三都建设 美丽画卷 这幅作品呢 就是咱们世级非遗传承人 陈红英女士 耗时七年绣成的 陈毅元帅真人3D绣 七年啊 对 它是以咱们陈毅元帅 真实身高 一比一绣成的 采用的是书绣 加鼠绣的一个技艺 而且它的正反两面 都是一模一样的 双面绣是吧 双面绣 这个看起来特别是你站在这的时候 去欣赏这种已经不能叫作品了 更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 然后特别是你看它 我发现它这个绣的这个 出来的这种光泽度来说的话 应该也是用到的这个底部 应该就是丝绸的这个底部 然后这个应该绣的这个丝线 也是用的咱们的这个乐至的深丝 对 而且它是把那个丝线 辟到最细的那个程度来绣的 这也是需要那个质量很高 然后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 是的 中国桑都文化展示馆 自2022年8月免费开馆以来 平均每天接待游客 并千人次以上 成为成与两地重要的 研学基地 科普教育基地 和文理示范基地 桑园里 还延伸出许多农家乐 全桑定 三国菜摘 养餐体验等项目 农与融合的体验 广受游客好评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 我们面前这桌菜的话 我就想到一个字 那就是绿 对 像是人家发现了 今天我们吃了桌子上的菜 与平时我们食用菜 有很大的区别 它这个主要提到是 因为我们今天吃的是全桑园 全桑园 全桑园 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叶子 全是桑园 对 所有的全桑园 我们每一个菜里面 都融入了产桑园素 都有跟桑园关系 它等一下 通过人工采质 淘洗过后 它这个通过厨师的 铁树加工 它能保持这个桑园的原汁原味 好香啊 它这个保持了桑园的原味 大家吃了口感很舒服 而且它很嫩 它一点都不老 就是我想象中的桑园 应该是有一点老 因为它这种树叶嘛 这种纤维 应该是很酥很重的 可是吃进去 就是非常的爽滑 而且非常脆嫩 这个和我们这个平时 大家人世上有一定的区别 从入口的桑园美食 到入木的桑园美景 从林立的家庭农场 到庞大的产业集群 乐志县独具规模的 残桑产业链 如同一只不断向上的残 奋力生长 化碟纷飞 又如同一根根坚韧的残丝 建议挺拔 换彩多姿 第三文业多元发展 乐志县被赋予中国桑图的美誉 从蓝图变为现实 一根蚕丝 知旧乐志 乡村振兴美好图景 正在这片深情沃图 循序铺展 下一步 我们将精进一头 中国桑图的创建目标 着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力争 实现产商产次 二十亿元的目标 在一产业方面 我们着力了 体质 增效 一套科技资产 和养产模式的创新 将产商的基础产业 助食 助劳 在二产业方面 着力了是 演练 补典 作强 产商的大健康食品 药品 保健品方面 力质突破产品了十亿元 在三产融合方面 力质一托 上都上海 京区 和中规上都文化展示馆 推出一配 产商方面的文化作品 尤其是 我们产商的 产式体验活动 等等 力质 我们通过几年的努力 让我们产商产业的 综合产品 要突破二十亿元的目标 大潮 四川省的产商中和 实力第一线 二十亿元的目标